嗨 有沒有人搬了過來 又不行 我放這件東西就見到 現在是不是在直播 有沒有人見到我 我是不是在直播 真的直播了嗎 為什麼這麼難用 有進來的人 請出句聲 讓我知道你真的在 咦 不是 我真的在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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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 我現在分享給 真是很痛苦的 怎麼這麼難用的 Share to a page 生同 等等 跟著就是我自己的page 科技這些東西真是 我永遠都和它Friend不到 算了 等等 OK OK 行了 好了 OK 大家進來了 是不是 你好 今天我們 就由翠文開始說 哎呀 我不是用夾夾著電話的 所以 它會突然間掉下來 哎呀 然後畫面會黑 OK 定 不要動 不要動 OK 動作不要太大 如果不是 它又會掉下來 燈光 不會弄 瘦了 當然是 你記不記得我 是吃什麼的 我是生酮的 生酮一定會瘦的 是吧 是啦 得齊你也是我的樣子 哈哈哈哈 OK 現在呢 六十一個人進來了 其實已經可以開始說了 但是 我是不是平日聽不到自己的聲音 還是怎樣 嗯 不要緊啦 照做啦 不是怎樣 OK 好了 開始啦 開始嘛 頂點來不用怕 可以多謝你 因為我真的 我真的搞不好 是的 Youtube不是只看不到 就是一個 長的直條形 中間的一格 這樣 我也不明白 我之前試過是活動的 然後今次又不知道做什麼事 不活動 唉 不要緊 不太看到你們留言 所以 我想辦法 再解決 不知道有多少人 聽完上集之後 就嘗試了那個 478的呼吸法 回答一下 唉 救命 大家好 回來了 OK 478的呼吸法 是 上次就是 不要這樣 我也不想 我也不想不懂 我真的不懂 沒辦法 咦 行了 我現在有方法 Youtube有沒有通知 Facebook沒有通知 其實如果你訂閱了 對 說重點 重點很重要 就是 麻煩你們 如果想知道我們 什麼時候有節目出門的話 就幫忙 訂閱了我們的Youtube 這個很重要 你會立刻 如果有東西跳出來 你會知道 然後就是Like了我們的Facebook 好嗎 OK Like完之後 有空我們就分享一下 分享一下影片 這樣就可以了 好嗎 OK 就 看你們的comments OK 可以了 暫時沒有什麼 需要回答的問題 OK 好了 就是 Facebook的通知 有的 上一集 那個478的呼吸法 有人就問 怎樣 應該為四下 好了 現在我當你深呼吸 OK 那你深呼吸就是 OK 那你就數著四下 一秒一下 你明白嗎 那就是四秒 一二三四 吸足四下 不是吸呼吸呼吸呼 不是 是吸足四下 然後 撐住七下 一二三四 記住你是撐住的 因為我在說話 我撐不住 你明白嗎 但是 你想像就是 你吸住四下 然後 撐住七下 然後 慢慢呼出 就不是一次過 這樣放它出來 不是 而是慢慢呼出 八下 你發覺 這一招很等待 很快 就很睏 即是如果 你被你老闆 吹到爆燈 又或者說 突然之間 突發事件 你很 很 很急 很猛 很緊張的時候 你都可以用這個方法 OK 去幫你自己 冷靜 但如果你呼吸 這個方法 幾次的話 你就會 是見眼睡 還有 接下來 我們也想教 就是 儒家裏面的 pranayama 即是儒家的呼吸法 其實我都說 等於中式的氣功 我現在不如 有些大動作 我怕我電話會倒下來 不過不要緊 試一下 好嗎 就是 好了 我們現在現代人 往往都會肩頸薄痛 這些位置 現在你拿著拳頭 OK 然後 為什麼我要教你呼吸法 我慢慢講 OK 但跟你們的adrenal健康有關 現在解釋了 你見中醫 中國 其實五行學說 本身不是似於中醫 竟然很驚訝 其實是陰陽家開始 講陰陽和五行 後來是混合了 中醫 那裡 如果我們說 腎上腺功能障礙 在中醫角度 即是腎虛的話 腎是五行裡面屬什麼呢 腎是屬水的 那什麼去生水呢 那就是 金生水 哪一個器官 是屬金的 就是肺 肺是屬金的 所以是肺生水 就是由你的肺 去滋養你的腎 所以 我讀的其中一個 course 我的sir 這個醫生 他說 他見過adrenal 即是腎上腺最健康的 即是他看了幾十年症 他發覺 咦 果然 腎上腺功能 最強的那個人 是一個 阿叔 是一個上了年紀 是一個 前軍人 那是什麼軍呢 海軍 陸軍 還是空軍 是海軍 就問他 很好奇 為什麼你的腎上腺功能這麼好 比那些年輕子女 我不用去跟他比 我知道我一定輸給他 為什麼呢 阿sir就問他 為什麼你的腎上腺功能這麼好 然後就問他的日常生活 例如他吃什麼 他有沒有做什麼運動 如是等等 就發覺原來他做得最多的 因為原來以前他是海軍 他經常去潛水 他就是要練一些深呼吸法 我現在看不到你的留言 真是 非常難使用的這個科技 全面是看不到留言的 等一會兒 我想你們有沒有誰 是一個電腦聰明仔 有機會教我怎樣用 好嗎 我現在又可以了 好嗎 其實我不知道為什麼可以 或者是不行 我不明白 好了 嗨嗨 這個前海軍 就因為他以前要執行任務的關係 所以他要練閉氣 練在海底裡 能夠持續很長時間 我知道會有氧氣樽 但是萬一你的氧氣樽沒有氧氣 或者你的任務是不能夠 給你帶氧氣樽 所以他們的海軍訓練 或者我們叫Navy SEAL的訓練 海炮特工隊的訓練 他們需要有能力 能夠忍耐很長時間 閉氣負很長時間 發覺這個老軍人 至今他的腎上腺功能都非常健康 你記住腎上腺有影響你的血糖 有影響你的身體 對於礦物質 例如鈣質、尾、甲、蠟 這些的吸收和運用 聽起來你覺得 呼應中醫所說的 肺金、生、腎水 所以這件事令我回顧 我以前的瑜伽導師訓練 那種瑜伽的pranayama 即是瑜伽呼吸法 現在我跟大家分享一個 有很多呼吸方法 我想我可能每一集可以講一個 我講這個 其實如果你上班時覺得頸巾薄痛 而你自己坐一間房層高層 你不介意在房層做 你可以用這個方法 又或者你旁邊的同事 不是壞人 是朋友 那你也可以做 或者你不方便 那你就進去廁所 也不是很大問題 我們把帽子塞進手掌中間 可以打拳 然後用四隻手指包住它 放在肩膀旁邊 這個時候 你便慢吸氣 舉高手 萬吸氣 所以我舉例 舉上去 當我要六下的這樣算 我就吸觸六下的 是萬吸的 OK 接著 呼出一下 就是呼 很快地呼出來 吸 明白嗎 所以我現在就 吸 吸 吸 你拔下來的時候 想到肩膀旁邊 你會看到我的臉紅了 你會令到血液衝上臉 頸 肩膀 中間這個位置 我發覺很多時候頸痛頸梗梗 是跟這個位置有關的 尤其我自己喜歡側身睡 永遠摺著這個位置 睡醒的時候頸很軟 你做這個 一次過可以做九下停一停 你會發覺這樣做的時候 你的血向上衝 如果你有高血壓 你可能會考慮一下 一件事是否適合你做 可能做一下兩下 覺得有沒有見到暈 見到不舒服 你才好繼續 所有的事 再好也好 它都是有禁忌的 不見得所有人做了都好 阿邦尼 你做什麼 說我今天的妝髮都好 我今天沒有 我沒有塗粉底 這些叫做面色紅潤 剛剛我做了幾下 這樣 所以現在 我的臉都紅了 OK 好了 然後 Cathy Fone問我瘦了多少磅 其實 因為我這個甲狀線問題 和我那個神上線 這兩個人是有關係的 我怕如果一集都很技巧 你們會沒有人聽 因為上一集 視頻是相當低的 不過不要緊 視頻低極也有幾千 如果幾千個人聽了 都有用幫到你們 我都覺得好 但不要一集都這麼技巧 我們今集就 我想分享幾篇文 和大家說幾篇不同的文 還有 還有 就是 回答一下大家的問題 尤其是累積了很久的問題 我做了有些手臂累 嗯? 你做了剛剛這個? 你做什麼? 你想上來嗎? 叫媽媽做什麼? 嗯? 所以要試一下 說脆文就是什麼? 我們先說脆文吧 脆文就是 剛才我去了重慶大廈吃咖喱 沒有啊 喊的時候 就是一個 有些年紀的叔叔 香港人來的 幫我們下單 我和我朋友兩個 然後 然後呢 吃完了 埋單了 去廁所 這樣 一路都沒事的 我記得 回頭 就是 下單的時候 你知道咖喱 你會 叫三個、四個都好 通常會跟餅和跟飯 然後 怎麼了? 你想泡泡還是你想 我和你玩? 但媽媽正在忙 自己玩著 乖 他就問我 要不要餅 要不要飯 我就說 不要 什麼都不要 然後到最後 賣單 起床 去廁所 回來 我就看到他和我朋友聊天 出來 他說 哎呀 我現在每天吃橄欖油 每天吃中式的匙羹 然後 我記得你說雙引擎 怎樣怎樣 然後我就看著他 我說 你 這樣 他一早就認到你 然後我心想 你還問我吃不吃飯 還有餅 然後他就說 很不喜歡橄欖油的味 每天一湯匙睡醒就喝 說他血糖正常 血壓正常 但是 膽固醇 5點多 膽固醇 我接下來會講的 但是現在我講了 怎樣講呢 其實我選一些 叫做 最緊急先講癌症 癌症 久不久都會回顧再講的 第二個題目 你見我選了 就是講腎上腺 為什麼腎上腺 先不先講膽固醇 因為腎上腺影響很多很多人 不論老中青都受影響 所以腎上腺你要講 其實真的牽涉很多東西 所以我就說 為什麼我會斬開來講 就是因為我不想 習習得太技術 即是真的趕客 對不起 所以我就會斬開一塊一塊地講 因為牽連甚廣 還有他很少人講這件事 很少人知道腎上腺的重要性 椰子油好不好味 或者橄欖油好不好味 其實如果用果渣橄欖油 拿來煮東西 它根本就沒有味 你明白嗎 或者你用精煉的椰子油 它也是沒有味的 所以你大可以把兩種油混合 去拿來煮食 如果你說我怕我狗不狗 我媽媽拿去煎食 那怎麼辦呢 這兩種油好像不太耐高溫 200多度 200頭 你就可以混牛油和果油 即是你把三種油混合 你便會提高 將它全面提升 你問我這個懶人 我甚至我會加一些蒜肉 你知道現在街市買蒜肉 即是沒有衣的蒜頭 即是撕了一粒粒肉出來 我加了蒜肉 連這兩種油下去 打了 接著 將它放在雪櫃上 我用的時候便把一根出來 扔進鍋裡 然後用來炒東西 這些是懶人廚師會用這樣的方法 因為我看到你們 我替你們很慘 即是你們下班 然後還要拿蒜頭回去 看著它默哀 接著拿去拍拍拍 其實我不知道你們知道 你拍就行了 你不用撕它的耳 然後拿一塊肉出來 再慢慢切 你拍扁它 碎上 最好你家裏有食物處理機 即食物處理機 其實很夠水 你不就放它下去 加點油 這樣攪拌了它 一天都會光亮 即是薑行不行 薑師傅 都是那句 你有多 strict 即是你吃的生酮飲食 有多嚴謹 你明白嗎 即是如果你說 喂 是家人有癌症 或是大肌例事 你自己本身有癌症 我是一個普通人 我是想減肥的 那你都相對 strict 即是20g以下 但如果你說不是的 即是我已經瘦了一條柴 即是我有一些朋友 他是瘦到 腸會退到上面 因為太瘦 腸肥都沒有了 如果那些 那你就可以拎人一點 即是我們又鬆動一點 有些走盞位 這樣上到去 即是50g都可以 即是美國短跑紀錄保持者 叫Sack Bitter 他是不吃粥粉麵飯 Pasta 麵包蛋糕 但他會吃 譬如說南瓜 Beat root 那些 但你記住 別人是一個 即是短跑紀錄保持者 即是他是很劇烈的 體能訓練 那我自己 現在我有做一些 high intensity的work out 再加上每天做瑜伽 我都是可以 在兇肚的情況之下 因為 我現在是一天吃一餐 那我是一個 一天可能是 22或23個小時的斷食 那只吃一個小時的食物 但是 完全沒有問題 即是我可以 有充足的精力 去應付我每天要做的事情 你們覺得我瘦了 但是我的磅 它又不是顯示我瘦了很多 即是可能 但我又要說 這個時候 如果你相信你的磅 就 就 視乎你的一個什麼磅 如果你的磅 是精密的磅 即可以磅到肌肉量 磅到脂肪的 磅到內臟脂肪的 身體水分的 即是那些日本磅 名字 例如 名字 Takata 還有 Omron 有兩個牌子 我知道 這些磅幾百元 至千幾二千元都有 它可以計算這些 可能你會發覺 你的磅數是維持不變 像我這樣 我的磅數維持不變 我不輕的 不說出來 總之不輕 但很明顯 我大腿 手臂 肩膀 肩膀 我強硬了 因為我現在做的 高重量的 workout 譬如它有蛙艇 譬如限你 兩分鐘內要蛙 四百米 因為它高重量 就是它會有很短時間的 很重 很快 令你的心去到很高 心跳去到很快 然後它回落 然後又再爆上去 這就是我們人體的設計 其實是這樣 這個設計並不是 要你長跑足四個小時 還有要很長時間的 心跳很快 因為 都是那句 你在野外的時候 如果你是去狩獵 你並不會一直一直跑很長時間 還有跑得很快 是不會的 你會是 看到一隻獵物才跑得很快 然後你就會慢 所以就是 為什麼我看不到時間 說實話 看不到時間 看不到時間 好了 所以就是 你要明白 所以我們人體的結構 並不是設計 很長時間 如果很長時間 譬如馬拉松 其實 會消耗很多肌肉 你的身體 反而會 破掉蛋白質 破掉肌肉 所以你得罪點說 不好意思 但你看到有很多 跑馬拉松的人 其實是很乾的 很乾很柴 是廚師的術語 如果那塊肉 是乾到一個地步 就變成柴 就好像一塊柴 就是這樣 柴就是柴 大家明白 所以其實 我們的設計 並不是這樣 我現在做的 就是一個小時 一小時的高度的 運動 是啊 Adrian 你好乖 你居然讚我美女 你是不是又想起 次官說我生得你出的 我計過了 如果是古代 可能可以 但現代絕對不行 所以你不要再叫我媽媽 聽眾 你們不要 我159 148磅 我167 88磅 我沒有辦法就這樣 就知道 可以給你指導 當然那句 我不知道你平時吃些什麼 我又沒有幫你做過任何的 測試和化驗 我沒有辦法憑空心靈感應 都告訴你你要做些什麼 OK 所以 記住 我經常很長很沉 很囉嗦地說 就是 你知道 你沒有辦法 英文的一個說法 就是 You cannot outrun a bad diet 什麼叫做 You cannot outrun a bad diet 就是 如果你吃的東西 是吃垃圾的話 你吃一些很無益的東西 你的身體是好不了的 你不要以為 You can get away 做運動就可以了 是沒有這件事的 你不可以outrun 因為你吃了落土 它就在了 它的效果就在了 你不要想著 你可以用別的方法代替 我早點睡 或者我少喝兩杯酒 我少吃煙 或者做多些運動 You are what you eat Gary曾說得很好 我最近做了一個訪問 關於生酮飲食 你千萬不要以為 我可以透過剛才所說的 做運動 或者早點睡 或者什麼 沒有辦法 因為你睡不睡 你是不會可以 compensate到你身體需要的 所謂Essential Amino Acids 必須按基酸 必須脂肪酸 我不是說 有多厲害 我有什麼很厲害 但是我自己 這麼用心去 promote 去說這件事 是因為我看到我自己的變化 或者是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到 變化 我自己看到 譬如說 又是很沉地說 像我現在這樣 我沒有化妝的 我意思是沒有化粉底 沒有塗粉底 沒有塗胭脂 我有塗唇膏 我有畫眼線 我覺得 我的樣子精神過以前很多 我皮膚好過以前很多 OK 這個是來自於什麼 我相信就是來自於 在飲食上的改變 譬如我吃牛油果 我每天 我畫牛油果 怎樣吃 譬如我把牛油果 我滑了肉出來 你記住 我滑的時候 越深綠色那部分 越接近皮 越要滑多些 因為最有益的成分 其實是最深綠色 最黏著皮 你不用管它 就說好像很軟 或者它變了啡色 是不是不能吃 其實沒有問題 總之它不是變了味 你也能吃 它熟沒有問題 正如焦 不過我們不吃焦 焦都是熟 出了很多斑點都沒有問題 我會怎樣 我會做墨西瓜的骨頭 我會把一隻牛油果 放進食品 我會加四分一隻洋蔥仔 洋蔥 放進去 食品會幫你打 你不用頭癢 我怎樣 要自己切 切洋蔥會哭 寶寶 是不是要泡泡 你等等 媽媽要泡泡 乖乖乖 哎呀呀 哎呀呀呀 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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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只顧著在我玩貓 沒辦法啦 她叫我嘛 她叫我 我就要理一下她 哎喲 哎喲 我們繼續說 覺得我的臉立體了 因為我想雖然磅數沒有變 但其實肌肉量增加了 脂肪是少了 一天可以吃兩三個嗎 當然可以了 沒問題 對呀 上下鏡鏡好嗎 矮近一點好嗎 哎喲 害羞呀 害羞呀 嗯 你英俊成這樣 你喜歡你很英俊 蛤 蛤 你不是很英俊 嗯 看鏡鏡好嗎 哎喲 看鏡鏡 跟大家睡完黑暗放你落地 媽媽要專心說話 嗯 哎喲 不喜歡我做節目 因為我不理你 是不是 嗯 嗯 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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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養貓我養貓 我養貓像狗一樣 我養貓像狗一樣 我把牛油果滑至乾淨淨淨淨 粒滑不要問 當然不能吃 幫幫忙 別問這些問題 然後四分一隻洋蔥 為什麼不放整隻洋蔥 因為洋蔥其實多糖分 所以四分一隻 畢竟我是想減肥的 然後我會加一些蒜 蒜有益 我會加少許胡椒粉 加少許黃薑粉 然後我喜歡吃芫草 有些人很討厭的 我會加芫荽 我會加意大利的扁葉番茜 我另外一個兒子的名字叫Parsley 然後我會加橄欖油 由於我今時不加熱 我便可以加冷的橄欖油 我意思是甚麼是冷 對不起阿蓮這麼說話 不是冷 我意思是加這個初榨橄欖油 再加有機椰子油 救命 精神錯亂 然後我就打 打完出來之後 它不是一坨一坨的 一坨一坨 貓是有哀鳴的 你就可以塗進自己做的Keto bread Keto bread 跟真的麵包分別不是那麼大 分別最主要在哪裏 就是你不要用小麥粉做 你是用杏仁粉 等於你做Macaroon 你是用杏仁粉 用椰子粉 再加少許洋車前紙 找機會我教你們做麵包 為甚麼這段時間 我基本上除了癌症患者 其他患者我不見了 就是因為我現在有些大件事在搞 我除了讀哈佛那一坨 終於可以埋美 一天都光光了 其實我還有一些大件事在搞 但我現在不方便公布 做甚麼 誰大喊 你真的很喜歡妨礙我做節目 那 如果我一搞定那些事後 我會教你們的 一搞定那些大件事後 整個營業會不同了 所以你們就包容 乖乖地聽我說 每天吃到肥嘟嘟的魚 例如甚麼呢 我不會跟你說 你吃東星 吃龍躉 不是吃那些 你吃便宜的青魚 沙甸魚 沙文魚 swordfish 即是劍魚 不是中文叫做 這可能比較難買 吃這些肥嘟嘟的魚 吃深綠色的蔬菜 好不好 然後就吃蛋 每天都要吃蛋 然後牛油果 椰子油 橄欖油 Nuts 還有種子 例如Chia seeds Flex seeds 其實你已經會好很多 如果你說 我沒辦法全面戒堂 我這樣說 如果你一個星期 你想有一天 讓自己放縱一點 我其實不想你一個星期一次 你一個月一次 其實都勉強說得去 但如果你一個星期一次 你要知道 你要消耗 我不是說卡路里 我不會跟你說卡路里 因為卡路里其實是廢的 因為我都說了 你跟我身邊總有一個朋友 是吃也不胖的 你會說 為甚麼天空不公平 那些 所以卡路里不是真的最重要的部分 而是你的賀爾蒙的影響 因為你一吃了有糖的東西進去 那你的胰島素一飆升 然後你就不燃油 你不燃油 要直到所有的血糖都被用了 那你不燃油 那你只會玩你兩三天的 那你如果一個星期放縱一次 那你變成有兩三天廢了武功 而剩下那兩三天 你就變成你真的要很清的 Keto 你才可以有兩三天去燃油 那你一半時間是儲存脂肪 一半時間是燃燒脂肪 你聽下去其實是對沖了 你明白嗎 所以如果你真的想減肥的話 那其實就不好了 而且如果你真的想預防疾病的話 也不好了 那我剛才看到一個重慶大廈的叔叔 那我就跟他說你橄欖油吃多一點 那我的老母親都說橄欖油很惡 但是橄欖油和椰子油 這兩種油既是食物 它也是藥物來的 但是你要知道就是我剛才和每一集節目 基本上我都語重心長地跟你們說 吃吧 吃健康一點 因為you cannot outrun a bad diet 你沒可能透過任何其他方法 包括你吃很多的supplements 健康補充劑 營養素 維他命礦物質 吃很多很多的supplements 然後做很多運動 喝少許酒 不吃煙 早點睡 你無論做這些事是好 但它沒有辦法去neutralize 你一個bad diet的damage 就是說你沒有辦法透過做這些東西 去中和了你亂吃東西 所構造出來的壞處 所以說到最後 你只要吃得健康 我反而不理你早不早睡 我不理你喝不喝酒 當然如果你和我喝那些dessert wine 就是一杯糖水那些 那你當然無法健康補充劑 但也是那句 每個人的健康補充劑都不同 有些人的健康補充劑是要很低 因為它是要治療癌症的 但有些人是去到50克的 所以就是看你每個人不同 亦都要看你的年紀和活動量 所以我又是很囉嗦地跟你說 你要計算自己的macro 那個macro就是 好了 碳水化合物 如果你是減肥的 大家清一色都是20克 但是你的蛋白質會有分別 你的脂肪也會有分別 譬如我的蛋白質就50多60克 但如果我一直做高度的運動 我變得降調型 我變得很多肌肉的話 那可能就不是50多 就可能壓著70克了 你明白嗎 因為正常 我們說如果真的計算的話 是1比1的 即1kg的重量 就是要1g的脂肪去維持 但如果肌肉多的話 就可能會1.2甚至1.4 但我覺得大家不要高估自己的肌肉的數量 因為一般人除非你只是運動員 否則也不是真的那麼多 OK 好不好 好了 先喝淡沙打水 即是這樣說 我這麼大力地去推廣 一方面是因為我看到自己的皮膚 精神的好轉的變化 例如皮膚少了粒粒 我覺得是firm了 即是緊緻了 你知道女人這些東西很重要 有光澤了 膚色不均勻的情況就好了 我沒有打Botox 我沒有去韓國 我不是不想去韓國 是我沒有時間去 即使我去 我最多是吃吃吃 睡睡睡 買買買的 我不會去做醫學美容 打醫打老的 其實老實說 我以前試過打水光 還要說兩年三年前 香港政府還沒有規管立例 說這些一定要醫生做 自從說這些入侵性的美容 一定要醫生做 普通美容師不可以做 之後我就沒有打過 所以說可能兩年多 為何當時會打水光 是因為令皮膚沒有那麼乾 即是水潤一點 這可能要解釋一點 就是皮膚的儲水 其實是關於透明質酸事 透明質酸曾經有個名字 叫做雞冠素 為何要雞冠素 以前是很貴的 因為它是一隻公雞 沒有雞毛 公雞 上面的紅色那塊雞冠 在裡面提取出來的雞冠素 裡面就是那些 一方面叫做玻尿酸 透明質酸 也叫做雞冠素 Hyluronic Acid 它就是一顆可以儲三千 二千三千倍的水分 我們皮膚本身是有的 隨著年紀的增長 就會越來越少 如果你想皮膚沒有那麼乾 口水潤 那你就要塗 塗 塗是會沒有的 洗臉就沒有 所以你就打下去 所以我那時候 為了皮膚不要那麼乾 皮膚很乾 其實就打 但後來也沒有打 打的時候很漂亮 真心說真的 整個臉是發光的 亮的 很漂亮 我經常有朋友說 但是 你的臉跟你的鏡相相很軟 我說很大的 頸部是不能打的 因為頸部有很多血管 而且太薄 你基本上放下去 然後死了 所以是不能打的 當然沒有打的 沒有打兩年幾三年 但我覺得就是 我看回我自己 我不介意分享 如果想給你嘲笑的話 我看回我自己 可能六七年前的照片 甚至十年八年前的照片 現在的皮膚反而更好 比我更硬 我自己也有感覺 我覺得立體了 更硬 這些就是跟牛油果 椰子油 橄欖油 蛋 豬腩 我昨晚跟次官吃飯 在我們做禁色金不禁話之前 我們去吃飯 兩條都吃了兩塊東波肉 我經常來 把東西放下 我跟次官說 次官你吃夠肥膏 好東西來的 但我見過他最後吃剩的頸部 可能他飽 或者什麼 但你想皮膚好 你不就是要吃這些東西 我自己 我不會去哄你們 碎你們 吃一些 或者做一些東西 是我自己沒有親身試過的 我自己試過 我覺得 是反到頑童 我好像這次我做過訪問 我覺得 為何 I mean seriously 我自己覺得 不如這樣 你們試兩個月 真的很strict 去試兩個月爭童 是跟得對的 不要自己亂來 麻煩你 是試得對的 你試兩個月 兩個月之後 你告訴我 你願不願意 回頭 我坦白說 我試過中間 為了做實驗 我走了去 吃了幾塊Oreo 好吃嗎 當然好吃 怎麼會不好 然後 我有一天經過 看到一個 餅店的生果撻 其實我以前很喜歡吃的 我以前 然後你就會說 你自己是廚師 你懂得做 我是懂得做 但是 我沒有理由特意開爐 特意焗 做完一陣 就為了做給自己吃 只做一個 所以 如果我現在搞定了 我的大件事 將來我可以做Keto 給你們吃 OK 所以你們暫時 容忍著我 沒有空理你們 沒有空見你們 Keto Kit 又沒有得買 然後 什麼蔬菜包 海鮮包 那些 那些 考慮 全部都要放在一邊 因為我真的在做一些很重要的事情 到這件事 如果成功了之後 你們就會明白我 為什麼沒有空理你們 但一搞定之後 大家會很開心 因為 所有東西都變得很充滿 吃魚皮 譬如我現在 煮東西 經常都有三文魚 就是這樣說 我的客人不喜歡吃三文魚皮 我就說我藥醬 因為裡面最多是透明質酸 我現在就是透明質酸 充滿的那塊魚皮 我就塞它進去焗爐 焗到它 油會漏出來 皮就變得脆脆脆脆 那些油我就去拌菜 OK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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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 吸收了那些 裡面要充滿Omega 3 即 我現在來 其實要和你們分享一些文章 因為我發覺 我去分享了一些文章 在生童感受的頁面上 但是我知道可能有些聽眾朋友 他那個 英文程度未必說特別特別好 那樣子就覺得 整篇都是英文你想怎樣 那 所以就好 那我和你們一起 go through 篇文 好嗎 發青光 等等 因為我正在重新的頁面上 等等 等等 還有接下來 可能兩個禮拜之後 那一集 兩個還是三個禮拜 我不知道 總之 接下來的一集 是十月 十月第一、二個禮拜 你就會看到我在日本直播 我就會示範給你們看 為什麼我去日本 就算喪食也好 都不會肥 這個就呼應 就是 為什麼 腎上腺素 是這麼重要 腎上腺素 皮質醇 這些對人的肥瘦 有這麼大的影響 這裡我還未說 這個甲狀腺 當你聽完 知道你整個東西都有關係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 你一定要好好照顧 你的腎上腺 我又不覺得 我比十年八年前 吃俗了很多 我看回照片 我沒有理由這麼自戀 我不是像我以前的拍檔探長 很自戀 經常都自拍 所以我就 我自己覺得 可能你覺得 你肥了、醜了、醜了 但我自己不覺得 不奇怪 OK 看看看看 輕斷食中度 可不可以吃橄欖油 我可以回答你 可以和不可以 就是 可以的意思 即是 如果你一匙半匙 你不會破掉你的脂肪 OK 不會 但是 就變成了 你不是燃燒身體裡面的脂肪 你便用了外來的脂肪 即是你不是外來的脂肪 你用了外來的脂肪 你用了外來的脂肪 真的在中間 不要用 你不吃油下去 你的身體才會 완전黑 él 你吃到外來的脂肪 去挖進 都自己 seems 即是 你的銀包沒有錢 你才會去按摩 如果你的銀包裡面還有五、六千元貨幣 那你會不會真的要按機 除非你要給一筆東西給別人 所以 大家明白嗎 就是不是行不行的問題 而是你的目的是什麼才是問題 你要看清楚你的關鍵是什麼 所以我就說為什麼 我沒有辦法就這樣 可以心靈感應 在一個Facebook訊息 就能回答你 你應該吃什麼不吃什麼 你每日的Macro有多少 你應該做什麼不做什麼 因為你每個人的情況都不同 而且有時候你要知道 你出來的時候 我見到你 可能有些情況是你自己不認識的 你明白嗎 但是我透過問你問題 我會留意到一些你自己不留意的東西 好 等我一會 好 你們有沒有問題 我還沒回答 啊 我很害怕 好 我家的WiFi似乎好像 梳打水可以喝什麼 蛤 Yuki 你覺得梳打水裡面有什麼東西 可以不喝呢 那我又回問你 梳打水有什麼問題呢 其實我真的是崩潰的 我崩潰的意思是什麼 就是到底香港的教育制度是做什麼的 為什麼連最基本就是 大家吃什麼都不知道 我覺得這件事是很 令到我倒抽一口涼氣 用回前特首夫人的那句 你想想你 市民的健康 或者國民的健康 是 和你的飲食有這麼息息相關的原因 我這裡有一篇文放在這裡 就是 Poor diet is the greatest risk to worldwide health report says 你知不知道 我們 我們現在得忠於有人做了這個 很大的一個report 就是什麼呢 我要讀給你聽 是across the globe的 全球性的 就是poor diet 就是飲食不當 就是吃垃圾 簡單來說 它構成的 綜合健康隱患 是大過 濫膠 御酒 就是喪飲酒 毒品 煙草 加起來 就是說 濫膠 御酒 喪飲酒 take drugs 吃毒品 再加上煲煙 全部加起來 都不及亂吃東西 構成的健康傷害 voilà ok 見不見到 ok 講英文 ok 就是一個 到底在哪裡出來的呢 就是一個叫做 就是一個叫做 Patrick Webb 一個 Nutrition的 Professor At Tufts University And policy and evidence Advisor to the panel ok 他到Huffington Post 講的 The key point is that poor quality of diet is now the single biggest contributor to the global burden of non-communicable diseases 那就是說 現在我們的飲食不當 飲食的質素 是一個最大的原因 of 一些不是傳染性的疾病 是全球性 非傳染性疾病 例如什麼呢 糖尿病 心血管疾病 Cancer 中間 腦退化症 這一群 所謂的富裕國家的疾病 ok 它 最大的構成原因 就是因為飲食不當 明白嗎 ok 那有些什麼是剛才所說的 diet related disease heart disease 心臟病 cancer 中風 stroke diabetes ok and this makes sense obesity rate 就是 痴肥 肥胖 是在190個國家全面攀升的 ok 那 你想一下 即是 ok 我繼續讀 It's well known that you as a common barriers to fresh healthy foods include excess and cost 這一個是很sad的 就是說 只說美國 有些什麼barriers 即是有些什麼東西會限制了你不去吃一些健康新鮮的食物呢 就是買不到 access ok 還有cost 是價錢 所以低收入家庭 往往就是會reach out for 就是去買 一些便宜的process meal 又便宜 還有一些高度處理了的食物 ok 簡單來說 即是說 英文這個很殘忍的 yet this study shows that being poor wherever you are in the world results in an unhealthy diet 簡單來說 就是窮 窮就是最大的健康隱患 即是說直接一點 ok 其實是很sad的 因為這個report 就是說 發展中的國家 就是 它銷售那些junk food 裡面是很多卡路里 吃完之後有力 窮國家 飽肚也成問題 就是最便宜的飽肚方法 就是很多卡路里 又糖又鹽 但是呢 裡面是沒有什麼營養成分 你看我說了這麼久 你吃粥粉麵飯 說真的 你覺得白飯值多少錢 對不對 白飯貴一些 還是一條沙文魚貴一些 我當一百克這樣稱 或者一百克的芥蘭 都貴過一百克的飯 所以就是用最便宜的方法 折飽你 但是這些最便宜的方法 到最後 你不要以為你省了 到最後你給醫生 你要醫病的時候 你是幾何地上 你是倍的 現在越來越多女人 survive childbirth 不再出現難產 腰節 我記得那些 亦都更少的小朋友 是受到這些感染 病毒感染致死 但是呢 例如飲食不當 毒品 高血壓 以及高的BMI 即身體那些肥半指數 就是令到你的身體 有過濾性疾病 感染性病毒的炎症 變成糖尿 心血管 以及癌症 現在呢 地球上十個死亡 有七個 就是due to這些疾病 就是non-communicable disease 癌症 癌症 對 窮人 在美國 或者全世界 都吃不夠 蔬菜 海鮮 所以你說我這些 每一集 都叫你們 吃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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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多些肥魚 吃多些蔬菜 這樣 因為香港人說真的 我明白 即是窮 是有很多的 這個 在職貧窮 我明白的 OK 但是呢 即是 我們是不是真的窮到 吃不起 清魚呢 這樣 我們未治癒 你不明白 有些選擇的時候 我都說過了 你的身體要進入 這些慢性疾病的周期 OK 即是長期病痛 例如 糖尿 癌症 心血管疾病 中風 blah blah go on and on 老血管疾病 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指標 就是Omega-3不夠 所以就一直都要 你們要吃多些的魚 尤其是Omega-3高的魚 Thank God Omega-3高的魚 便宜便宜便宜 最便宜 最高的 居然是很便宜 就是這個 清魚 mackerel OK 我曾經認識過一個朋友 他說他不吃mackerel 為什麼 cheap 他說 不吃這些cheap魚 這些人 我真的覺得沒話可說 這些人 可能會去給幾千元 吃一頓飯 per head OK 痛風和生酮關係 我可以這樣說 Dane Hill 牛油梨 牛油果 很貴 我當是12-13元一隻 12-13元一隻 你凍檸茶現在 或者凍咖啡 凍奶茶 一杯 現在都17元 18元 甚至20-21元 你喝了一杯凍檸茶 和你吃了一隻牛油果 你自己選哪個對你身體好些 我覺得其實你們是要有一個 Mindfulness 什麼對你身體好 所以為什麼我說 倒抽一口涼氣 就是 為什麼香港的教育制度 完全不是去教我們 在中學的時候 你的身體應該吃什麼 和什麼對身體有益 你想想我可以收到 一些Message 去問我 哪一隻公仔麵 和哪一隻米粉 可以吃的 和哪一隻啤酒可以喝的 我不是真的 啤酒了一聲 還有我試過有一個 兩個人來的 上來我那裏 一邊吃東西 一邊問問題 一見面 豪不客氣 一來就問你 他瘦了一點 但又停了 問我為什麼 一來就問 我就問他 我一看著 我說你拿著那支是什麼 就是椰青水 我說你問我 為什麼你受不了 但你拿著一支 很高糖分的椰青水 OK Duh There you go There's your answer right there 然後 他說 是嗎 我不知道不可以喝的 那你不知道不可以喝的 大哥 你看Label 這個世界有一個 叫Label 健康標籤 你看就知道 我想問你們看 我是否斷路 因為 哎 長氣 你想怎樣 我看電腦 現在看不到東西 就說我 那麼用其它 還沒看得到 我也會看不夠 我可以看不一樣 不會拿到 最好的 你不會拿到 似乎可以 OK 可以 好了 沒有斷得很正常 Great Thank you 你吃的牛油果去到60元一個 嘩嘩嘩 不是說在腎上腺嗎 是 但是 腎上腺可以說 但是我有一些文件我想分享 所以呢 就 好了 所以就說一下這個 你住在菲律賓嗎 你說 Coconut Oil還有Moringa 很多人不吃 因為considered poor people's food 我就說 那就不要吃 就益了窮人 好啊 好正啊 是啊 Sophia Lee說得很好 她說小時候 發育時期主要吃 是澱粉質甜飽肚子 所以大了呼吸空氣都會肥 一 因為為什麼 就是你的胰島素的問題 胰島素經常都掛了很高 忘記 Yolanda 如果你說你自己瘦 然後你又不吃東西兩三天 那我真的幫不了你 你真的要 是啊 你真的要吃東西 如果你是瘦的話 我們要計算你的 macro 不是這樣 但是我怎樣解讀人類 越來越長命 越來越長命 不是不死而已 沒有什麼特別的 說真的 以前的人死是因為 發炎 因為病毒感染 現在你有消炎藥 antibiotics OK 那 你是不死 但是你那些是 不死 吊住條命 但是你不健康 對不對 喂 Yolanda 你問這些問題 可不可以不要那麼好邏輯 什麼叫做 生酮多久可以減20磅 你的問題又令人很費解 第一 你多高多重 在吃什麼 你什麼病歷歷史 你的荷爾蒙現在是怎樣 Balancing out of balance 我完全不知道 我怎樣回答你 你一個400磅的人要瘦20磅很快 但是一個130磅的人要瘦20磅很快 就耐很多了 還有我剛才說的那些因素 食什麼 運動量是什麼 賀爾蒙怎樣 訓系怎樣 病歷歷史 這些全部都是關係 你做人有些指標 有些邏輯才可以 第一次看斷了幾指 田雞怎樣 我怎樣回答你 英國問題 我想鬼佬那些 你打田雞會嚇到 你真的不要做這些 是否要減少很多磅數 就不應該生酮飲食時 吃太多肥脂 IF 不應該喝防單咖啡 對 VN這個理解是對的 因為如果你吃太多脂肪 你的身體就不用自己的脂肪 只是它夠了 你明白嗎 那它如果夠用自己的脂肪 那你不給它 它就可以瘦得快一點 但是你一直給它 那它就不用用了 所以你要看清楚 你到底的目標是什麼 你才能夠可以決定到 OK 被我罵得開心 你是否變態的 OK 苦科病 心同飲食 可不可以康復 Yuki 如果你有興趣 你約我出來 好嗎 但你都要等的 因為我真的沒有時間 第一 我又不知道你什麼苦科病 是不是 你就這樣又是 拋頭我真的不知道怎麼回答你 好嗎 好嗎 當做不代表秀 多謝你 說得好 How much exercise needs to commit daily 我覺得你要看人 就像我這樣 我是一可以一有時間 我去做瑜伽的 那我high intensity的 workout 我就開始了無奈 因為我之前的adrenaline 即我的腎上腺不夠健康 我不敢去做 但我現在腎上腺好很多 由於飲食的關係 所以我現在做 我隔天去做 但我隔天做high intensity 我當日相同日子 我都會做瑜伽 我中間 high intensity中間 我就會做一些 相對激烈一些 劇烈一些的瑜伽 好嗎 喂 講文 開了 我的電腦真是 口慢 還在生氣 So we ciao 我之前回答了 防彈咖啡 之前有一集回答了 聽完 Dane Hill回答了 腎上腺看不見 我之前不是教過怎樣做test 幾集都有講 你有沒有聽回的 你可不可以聽回才問問題 你們一個二個都是這樣 OK 我每集講回相同內容 也可以 播帶也可以 對不對 那我要講新東西 如果你經常都問回 同一個問題 之前不是教瞳孔測試 血壓測試 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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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身上腺不好 有另一個特質 就是這樣 就是很容易燈 很容易啞 個人很急 對 對 這些全部都是心臟死的 唉 我今天家裡的WIFI好像不太生氣 開也開不了 嗯 我唯有繼續看著你的留言 不知道該怎麼說 OK 我開不了那個項目 開也開不了 還有我想想說什麼 就是如果你 可以適應到 我們說說Fat adapt了之後 你生同了一段時間 跟著你的身體全面適應了 用脂肪作為原料之後 你是一天只可以吃一餐 甚至兩餐 你想想其實你的預算會大很多 是的 麻煩同事們做一下筆記 謝謝你 問我這麼漂亮 為什麼不結婚 因為沒有遇到對的人 還有什麼答案 這句而已 試試reboot WIFI 很奇怪 現在我上到 即做到Facebook 應該說我看到Facebook正在做的 但我想重新列項 是重新列項 重新列項 重新列項 它下面 左下角寫著Processing Request 快點 何時說高血壓 你可否有些耐性 我不知道你是年輕女還是年輕人 還是沒有那麼年輕的 年輕女還是年輕人 很多事情要說 我一直說的都是要先說飲食 我不斷地要看他們飲食 同學們沒錯 是生同的同學們 你們經常想著有什麼寧丹廟約 是沒有的 不論對付腎上線問題也好 甚至我表示遺憾 我說真的 如果去做化療 我是深切哀悼的 表示遺憾 倒抽有口涼氣的 有一段影片是Professor Sifrit 講人們去做化療 我絕對認同 當然我沒有去夠薑 但我會分享影片給大家 開不了連結 為什麼你要這樣對我 電腦 我做了什麼 你在我節目的時候玩我 我已經準備了資料 我現在是開不了的 我現在想試試看 蘇食人士是否不能增長 我不是說過了 為什麼你們也不聽 一個一個 我不是播帶 之前做了這麼多集 說了這麼多不同的事 為什麼你們不可以再聽 救命 其實我還有很多事想說 但我崩潰了 不如這樣吧 我開不了 我完全拋不了那個項目 那個項目是說什麼呢 就是低碳水化合物 能夠令到你的心臟周邊的脂肪減少 令到你的腰圍周邊的脂肪減少 跟著對於糖尿病有什麼 的預防作用 集集到很多新人 所以你們問問題之前 都是那句 看回之前那些 幫幫忙 不然其他那些 集集都聽到的聽眾 真的很可憐 而且最可憐的是誰 是我 因為我不斷看到你們問回 上趟新的問題 這些問題 你認為是新的 但其實是舊的 知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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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見不斷有人露 在路上跑蹤 你明白了 是不是 我露不到 算了 你們問問題我回答吧 不如好嗎 Oh No 剛剛有人說 我的舊拍檔探長 都生同 他喜歡 對於他 我只能夠表現深切哀悼 他的那麼多個拍檔 包括我 都不想理他 說真的 他自己應該好好反省一下 發生什麼事 為什麼 我又好 或者他其餘的舊拍檔 跟他合作了幾年 現在都不理他 但不要緊 他自己喜歡的就可以 不要緊 對於令到你很崩潰的人 令到你很崩潰的事 你無謂和他磨爛隻 明白嗎 因為你和他磨爛隻的話 你是拿你自己的神上線 和他消耗 到你的神上線報銷了之後 不見得他會捐他的神上線給你 所以大家愛惜自己 如果那個人 你真的沒有辦法對著 例如我對著我媽媽會崩潰 我媽媽的威力 她可以短短幾個小時之內 令到我 真是炒 我覺得我的神上線 是讓我媽媽在一小時 是可以炒了我的神上線 我即晚病給她看 我即晚發高燒 我講的例子就是 我過去台灣 陪我媽媽過生日 跟她吃一個午餐 中間幾個小時 我回去睡覺 再跟她吃晚飯 如果你想想一個午餐 加一個晚飯 我給你加到盡 可以加三個小時 四個小時 但我都可以讓我媽媽 搞到我那晚回去 即晚發高燒 然後病到五盲六息 真是很糟糕的 所以我講笑 真的愛惜生命 遠離媽媽媽 有些人那個 其實不是你媽媽 可能是你老婆 或是你老公 或是你老公 你便適當地 給予自己空間 但如果那個真是你老公 或是你老婆 我又是身表遺憾 除非你離婚 我又不是百姊姊 我不會叫你離婚 但給予自己空間 像我講 我的空間就是 在瑜伽脊上 好嗎 咦 有一條很有效的問題 很棒的問題 我稍後回答給你 例如我這樣 我就是放下了電話 在鑰匙裡 去做瑜伽 你死你死 我什麼都不理 就算有人要訂桌 也好 有人有什麼頭暈身慶 我也不理 因為我合理化了 我賣不到電話 我在做節目 我無法回答你 給你自己空間 給你自己可以 有空間 因為你知道 其實壓力 就是壓縮了空間 你覺得你沒有路走 你不明白我媽媽是怎樣 Annie Chan 你不明白 所以你沒有辦法 給到一些很構思的 我不是說你說話是廢 我明白 媽媽 怎麼了 你覺得婆婆很噁心嗎 是呀 婆婆真的很噁心 是呀 是呀 但我對著我爸 我可以對著我爸 十天 兩個星期 甚至永遠對著他都可以 住在一起都沒事 但對著我媽媽 就真的三個小時 就報銷了 信像線 所以 愛惜生命 遠離我媽媽 我 有一個聽眾說 例如你愛的人 他不愛你 一直玩曖昧 然後告白之後 說你想太多 OK Daisy 有一本書 就說 He's just not that into you OK 如果那個人 他真的喜歡你的話 You don't have to go all out of your way OK 你不需要 你不需要 後翻騰三周半 360度 然後表演雜技 然後千方百計 想去討好他 想去得到他的注意 想去 令到他fall in love with you 你不需要 OK 如果那個人 是真的喜歡你的話 你無論怎樣 他都喜歡你 這個是真的 即是 不是你 Whether or not you're good enough OK Trust me 一個女人最吸引的地方 是 她不需要你 她不需要你的認同 她不需要 你去關心她 去注視她 去給愛給她 她能夠自己 自給自足 這種的女人才是最吸引 男人同樣都是 所以 如果一個人 他要不斷地問你 你愛不愛我 你是不是 不和我一起的時候 就走了去 去認識了另一個 或者有些男人 就說 為何你出街化妝 你是不是 想去勾引另一個男人 或者什麼 這些 我真的麻煩你 組走組長 我想我遲早可以做這些 感情諮詢節目 因為 這個人 他不是對你不滿 他是對自己不滿 你明白嗎 他不滿自己有太多的不足 他認為自己 根本 深層次的那句 就是 他根本覺得 他跟你不匹配 他覺得你會走 你知道嗎 他覺得 第二個男人 比他好 所以 他千方百計 這樣 想限制你的自由 限制你打扮的自由 限制你去認識朋友的自由 限制你去有自由的社交 是因為他要減低自己 expose to risk 你明白嗎 我見過太多了 譬如朋友的另一半 很可憐 知道嗎 對不起 我真的離開提 但我真的要說這些話 因為 我覺得太多女生 太多女生 因為他的臉是我的 所以 如果你找一個對象 你找一個是 liberal 即是 他能夠尊重你 所以 為什麼這麼多女生 喜歡鬼佬呢 我們不說一些 嘲笑的原因 就是 鬼佬普遍是liberal 他不會說 你塗唇膏 當然有這樣的鬼佬 我不是說沒有 再次 就是對自己很沒有信心 覺得你一出街 就會被人認識 你就會走了 因為他對自己太沒有信心 Girls Sisters Don't do that 你不要降低你自己 為了就你隔離那個人 This is not love Love不是互相限制 Love is about supporting each other About helping each other grow 你明白嗎 大家輔助大家的成長 而不是限制對方的自由 不是這樣 所以如果你的男人跟你說 叫你不要化妝 你出街之前 你要抹了臉才出街 你這個人不行 He is not the right man for you 我媽媽曾經說過一句說話是對的 就是很多年前 我媽媽看這個不順眼 看那個不順眼 即whatever的時候 然後我跟我媽媽說 那時候我小女兒也不認識 我說 媽媽她對我很好 我媽媽就說 你現在年輕 你漂亮 有誰會對你不好 這樣 我那時候不明白 我只覺得她對我好 這樣 但是對你好 is not enough 隨著年紀的增長 我就明白 你需要的是一個適合你的人 你需要的是一個適合你的工 或者你適合那份工 你明白嗎 你是做人短短幾十年 你不要再去勉強自己 去適合別人 心裏面那句 比如好像以前做節目 我是要去遷就探長想說的 topic 比如有些 topic 是我很熟悉的 比如說說因果 講佛教裡面的故事 或者佛教的角度 觀點 或者是術數 我不能說的 因為她會很大反應 她會起了槓 她會跟你爭吵 她對為止 所以就遷就她 不講這些 講她想說的 但問題是 你不知她什麼時候開什麼 你不知她想開什麼 想說什麼 你就 你無法做準備功夫 你無法做準備功夫的時候 我就覺得 好像愧對聽眾 你知道嗎 但譬如我們那時候 很久以前 對不起 今天是我的心底話時間 譬如說 很久以前 在一個大台裡面 為何我的網名叫呂王 因為那時候 那個大台的 那個 話事人 方丈 又不喜歡 我的英文名 又不喜歡我的中文名 他就 改了我的花名 網名叫呂王 不是我改的 好 好了 但我很敬重探長這個人 跟他做節目 我唯有就他 但是 就就一下 到最後就是 其實 我就你的同事 我講不到我想講的 你不明白 譬如有些話題 如果那個人是一個無神論者 你走去講佛教的觀點角度 他未必會感受 你明白嗎 即是 他不信 他還要不斷地挑機 你根本說不下去 你聽眾又辛苦 你又辛苦 那你何苦呢 你明白嗎 那變成可能 你要自己講 有些話題的確是 你自己講會好些 但有些話題可能是 就是大家一起講會好些 但我講這些話題的目的是什麼 就是 你不論另一半也好 還是 你做的那份工作也好 父母沒得選 我爸爸是當今世上最好的爸爸 我媽媽很愛我 但是我沒辦法跟他相處 也沒有人有辦法跟我媽媽相處 我只能夠遙遠地進效 譬如那個人 合則來不合則去 你們對於自己的腎上線的保護 其實這是一個最重要的事情 因為說真的 你問我 我可不可以跟你講 到底你一個 一個患者的 stress response 和一個患者的 stress response 在你的身體裏面 有什麼不同的 manifestation 我可以講的 你們會睡覺 你明白嗎 但是我都會嘗試講的 但是 你選擇伴侶也好 你選擇一份工作 或者我選擇拍檔也好 就是 如果你合不來 就不要勉強 我從來沒有在咪前 在未經求證的情況之下 去攻擊我的拍檔 說他怎麼樣 做了什麼壞 或者怎樣排除異己 或者什麼 我沒有 但是 反而這些事情 我自己受得不少 那你說 喂 好了 事情發生了 如果你真的想修補關係 舉例 我激怒了 Sydney Lynn 我激怒了你 而我激怒你 我不是私底下激怒你 我私底下激怒你 那我就私底下哄你 我不如WhatsApp你 我去send message 給你 我當面跟你說對不起 我發卡給你 發花給你 或者什麼 Try to ment our relationship 但是你要明白 我們 在咪前說話 是收不回的 因為 it's in public domain 你明白嗎 是 上了youtube 如果你是誣別人 你說了一些未經證實的事情 你傷害了別人 而這句說話 在一個public domain裡面 你不可以take back 所以有時候 我覺得人生 it's about取捨 為什麼我到現在 我選擇單身 我是選擇的 為什麼我說我選擇 當然我遇不到 這是一個很好的理由 你可以說 但at the same time 我根本沒有走出去 說想去找 想去遇見 那你要拍拖結婚 你也要遇到 但我連這個去遇到一個人 這件事我都沒有去做 為什麼呢 我覺得 不是真的那麼容易遇到一個 和你能夠compatible 很吻合性格上 很配合不止 而能夠互補長短的人 說真的 有誰不想 有一個很恩愛美滿的婚姻關係 大家都想有的 但是 我看到現在 就是我剛才所說 我覺得很深呼 就是很多女生 我不說那些晚上去抱那些 她穿到 你明白嗎 如果我有個女生穿到這樣 我會很不開心 你穿到很小衣服 穿到很緊很低胸 有露背又短裙 有高山鞋 黏著假字毛 打扮到很花枝朝展 你出去好像被選票 你明白嗎 我會很深呼 我替那些女生 爸爸媽媽深呼 我看上去 我覺得很生氣 你女生 你有integrity 你有dignity 你穿到這樣 如果你說我是please我自己 譬如我整班girlfriend出去 大家girls night 我們這樣是漂亮 we're happy that way well it's perfectly fine with me it's perfectly fine with me because it's your body you do whatever you want with it ok 但是我見到這些女生 what I see is a lot of insecurity 他們是很沒有安全感 他穿到這樣 他希望這些外來的東西 能夠為他帶來自信 然後他出去 希望被那些公子哥兒去選中他 我覺得這些是很sad的 你明白嗎 到底 這個是不是真的一個 好的 摘偶的渠道 他因爲你那天的事業線 就拔了你上車 帶了你回他家 你知道發生什麼事 不用說 然後第二天 他載你走 或者你自己走 是不是這樣會換來一段美滿幸福的婚姻 I don't believe in it 你明白嗎 所以我 我爲何我現在就是 我不出去交際應酬 因為我不想把自己 放在一個這樣的 position 爲何現在大佬 內務府啊 選票啊 我對我自己有足夠的信心 我的信心不是說我給你優勝 我不需要跟別人比 你明白嗎 我是知道今天的我 比昨天的我 比去年的我 比去年的我 比大去年的我 更好 你明白嗎 我相信 如果我遇到對的那個人 whether是他來我吃東西 或者是 whatever reason 我遇到這個人 他會appreciate me for who I am 我不需要千方百計去迎合他 去討好他 惠蘭有一首歌 就是 我忘記叫什麼名字 我有個melody 就是 歌詞的意思是 女生要 她喜歡那個男生 她千方百計 去哄男生開心 你明白嗎 希望男生會喜歡他 別這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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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他就是 他就是 他就是 如果他就是 他就是 他就是 剛才有個聽眾 我想他聽過我 很多集節目 他問我 他說 我那時候去印度 那次說 我什麼時候嫁呢 我可以說 如果這個古業說的是真的 我就算躲在家裡 我就算天天在讀書 自己下街吃飯 自己下街看電影 我都會遇到對的人 你明白嗎 每個人 是雜忌 謝謝 Kathrine 對 就是 我不需要多 我不需要多朋友 我不需要多 欣賞我的人 我需要知音人 我需要自己 而我需要將來 如果我遇到的 所謂的真命天子 是一個能夠在我身邊 陪伴著我 和我分享很相近的價值觀 大家去support大家 and the path to grow to become a better person 千萬不要覺得你要做些什麼 我有一個朋友 做事很厲害的 但是他就在群組討論上跟我們說 他說 他問了一個男生 那個男生說 他不想要 serious relationship 這個是after 他們已經睡過很多次 這個時候 一載朋友 我是激心的 你不應該這麼隨便 我不是說他隨便 但我意思是說 你應該 這個事情 是要 hold 你不應該認為是 隨心所欲 情到龍時 我喜歡我就去 我都幾十歲人 身為女人完全會因為聽到這樣的說話而感動 我不明白哪句話 sorry 擅心男 對不起 我說遠一點 又要說遠古時代 遠古時代 你真是一個group裡面的alpha male 裡面最能打的那個男人 那個王者 那個領袖 後來變成幼長 先有條件去摘偶 選擇他想跟哪個女生交配 然後生小朋友 每個人的基因都想延續 尤其是男人 他要播種 為什麼會花心 其實他的基因的 dictate 他要盡量播種 盡量播種 令到他的survival rate高 因為我只要跟這個女生交配 他生出來的那些是有基因的缺陷 或者是腰節 或者長不大 怎樣 所以他們的基因的 dictate 他會想盡量播種 盡量跟不同的女人生 還有散播 遠一點 多一點 但記住 以前那個alpha male 是要證明他自己 證明他自己 男生是最打得最強壯 最有能力 能夠帶到最多的資源回來 今時今日 男生不用 我說過壞些 駕駛駛車就可以了 那些女生已經跌倒了 跟遠古時代沒有什麼分別 一樣是最多resources 如果他拿著那一架是臨保 或者是快利的話 他就有很多resources 你明白嗎 但不代表那個resources 是跟你分享的 但你問我 我覺得更落後 以前 起碼那隻 Hey baby come here Hey baby come here Hey baby 不要挪著牢 Come here 唉唉唉唉 唉唉唉 唉唉 以前的那個alpha male 那個人 那個人 所謂的group裏面的首領 他都要證明自己打到獵 他真的要用生命去搏鬥 他終於可能會受傷 但他拿回來的那些獵物 至少跟所有的族人一起去分享 他才贏得他這個首領的地位 然後他才能夠 去選擇他的首領夫人 現在不用的 你拿著車子 或者你有層樓就可以了 Come on 女生 自愛多一點 你的自愛 不僅在男女感情上 做事也是 如果那份工不適合你的 真的不適合你 不單純因為壓力 上一集也有說過 做什麼 就是那份工也有壓力 不會有一份工是沒有壓力的 那份工也有壓力 但我意思是 那份工的行業 是否適合你 是一樣的 不要勉強拿自己的腎上線 自己的健康 去捱這一種無謂的辛苦 做什麼 媽媽的腎上線健康 全靠你 因為你這麼可愛 對嗎 真的在鏡頭都很濕濕 好嗎 真的在鏡頭都很濕濕 好嗎 濕濕聽眾好嗎 你看你多英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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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下地了 OK 是啊 控制的人 我以前拍拖的男朋友 就是很控制 走不及的 因為人生自由都沒有 不自由無靈死 對不對 OK 今天就講了很長 講了很多事情 跟健康有關 跟飲食相關 不相關的都說了 下個禮拜我們技術 好嗎 今天就講到這裡 拜拜